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一篇和第十二篇都是指向《撒母尔记上》第22章6-23节 在这里讲到就是多亿向素罗告密的 首先讲第十一篇 十一篇第三节 根基毁坏 可能就指着祭司遭到屠杀 以色列信仰的根基被毁坏 好 我们先看第十一篇 诗篇第十一篇 主题是《投靠耶和华者不畏强暴》 是有七节的 大卫的诗交予灵掌 第一节 我是投靠耶和华 你们怎样对我说呢 你当像鸟 飞往你的山去 看啊 恶人弯弓 将箭踏在圆上面 要在暗中射那个心里正直的人 根基如果毁坏 义人还在做些什么呢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面 他的胃眼拆看世人 耶和华试验义人 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恨惚 他要向恶人密报网罗 有烈火 流黄 热风 做他们杯中的份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 实在也没什么心智的 第一十一章第六 第一篇第十一篇第六节 这里就是一个流黄的 流黄其实是指着什么呢 我们看字典了 流黄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比喻 而名誉就是毁灭的气息 流黄是什么呢 根据这张图就是黄色的 流黄就是一种化学物质 尤其在火山地区 纯的流也都在自然界出现的 就是一件这样的东西 立刻看诗篇批注 第十一篇 答客难 题目就是正直人的勇敢 作者大卫 可能作于素罗要杀他的时候 当朋友劝他逃跑 他却因为自己心中正直 不觉得有可怕的事 不觉得有可怕的事 而大刚祭呢 第一章第三节就是有朋友的劝告 第四章第六节就说 耶和华必七看必是言 去到第七节就是正直人必见神 而在这里的中心节就在第七节 这篇可能是大卫作于素罗要杀他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有责任 不愿意因为顾自己的安全 而忽略了所负的责任 但后来因为朋友的话 都是要逃跑了 可见信徒在任何危险当中 必须知道自己的责任是最重要的 又知道怎样去靠着神 不被朋友的劝告而心动摇 第一节 我是投靠耶和华的 你们怎样对我说 你当像雀仔飞往你的山去 大卫一生当中 尝过了贫富 信徒所受的一切的幸福和艰难 在这个时候 大卫因为仇敌的计谋 和朋友的劝告 有意逃跑离开自己的职务 而在这个危险当中 问题就是 是不是靠神 暂立守住本分呢 还是听朋友的劝勉要逃离呢 很多信徒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 也站在如此的关头 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 当他受难的时候 还未到 就躲避仇敌 而到了当受难的时候 他就将自己交给他们 照样信徒 虽然满心靠着神的 有时当躲避仇敌 有时当勇敢的向他们前进 为基督的缘故 受尽一切 信心的道路上面 只有一个种是 我现在是不是在神的指议中 若果是在神的指议中行 画福画祸 都由他来安排 第二节了 看啊 恶人弯弓 将箭 踏在缘上面 要在暗中 射那个心里正直的人 大卫好似武力的猪仔 那个在猎人眼前 实在是毫无智慧的力量 所以只好满心依靠神 大祭司和法利赛人商议 要怎样用诡计去捉拿耶稣 这个就是恶人弯弓 射箭要害他 恶人的计谋 都是在黑夜当中 暗中去产生的 他们所做的事 都是怕见光 一见光 就会破了他们的阴谋 第三节 根基如果毁坏了 二人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道德的根基 果然能够被恶人毁坏的吗 难道真理的根基 可以被恶人拆毁的吗 神所立永久的根基 当真可以被废的吗 是一定不行的 主耶稣自己曾经说过 阴间的权并不能够赢过他 就是他所设立的教会了 所以要请注意 在这一节当中写着个如果 并不是说根基能够毁坏 而是说信徒在危险当中 设想的一个词语 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 神的根基是坚固的 第四节 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面 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面 他的慰眼拆看世人 人虽然能够毁坏人手 给耶和华所做的圣殿 他却不能够毁坏神在天上的宝座 神在天上永远为王 他的眼睛拆看世人 在他的右边有我们的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的 神虽然看到我们很多过失 但同时有救主耶稣 以他自己补血的功劳 为我们祈求 感谢神 他的慰眼 现在拆看我们 又有圣灵 将一切不合他心意的事 指示我们 叫我们现在 靠神 除去那些事 也都得到他的喜悦 不可以等到 将来神发露的时候 启示录第六章 十六节里面说 向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 将我们隐藏 躲避坐寶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现在是在恩典 有慈悲的眼睛 看着我们 但到了那个时候 只有愤怒的眼看着世人了 第五节 耶和华试验异人 唯有恶人 和喜爱强暴的人 他心里面含糊 耶和华喜爱异人 有时 令他经过很多的痛苦 但其实这样都是要试验他 等到他知道自己 其实是很软弱的 能够趁早去改善一切 这个就是神恩典的目的 神对恶人就不是这样 除非恶人肯去悔改归向神 而去到第六节 他要向恶人密报网罗 有烈火流黄 热锋做他们杯中的份 恶人的网罗 没有比自己的罪更加厉害的了 中国里面的这个罪这个字 有人说 原本就是用一个愚妄的形式来的 可见 人是越犯罪 就越被罪恶的网络 纏住了 不求神开恩可怜 就不能够就得了 神送给恶人喝的这个杯 是要他们所当受的审判来的 在诗篇第七十五篇第八节 里面讲到 耶和白手里面有杯 其中酒起了一末 怀内满是参集的酒 他倒出来 地上的恶人 必都喝这个酒的渣仔 而且饮尽 恶人到那个时候 必有一个满杯的审判 但是没有一滴年纹 财主在阴间里面受到痛苦 没有人给他一滴水 量一量他的舍头 而二人既然知道那个严厉 空暴的恶人 无忌耐就要如柴 烧在火中 为什么还要害怕他呢 知道他们的结局 就自然不用害怕他们 只好可怜他们 所要受的痛苦了 第七节 因为耶和白是公义 他喜爱公义 正值人必得见他的面 神不单止喜爱公义 而他的本性就是公义 神和人相交 必须人和神有同样的圣情 所以神要人重生 这样就能够叫到人和他相交 黑暗不能够和光相交 狼不能够和羊相处 神要将我们的黑暗 改成光明 将我们本来狼性 改成羊性 将我们弯曲的恶性 改为正值 所以正值人 必得见他的面 对个人的教训 魔鬼有时要我们自己的朋友 来到诱惑我们 不要怕魔鬼的恐吓 要去抵挡他 他就必逃跑 在各样的危险当中 第一紧要的事 就是知道神的旨意 有时神要信徒去躲藏的 但有时又要我们去站稳的 以下就是讲到的材料 大卫用多种的料 来到给自己 或者是给信徒的 在103篇第5节有鹰 在102篇第6节有帝污 102篇第6节有恶鸟 102篇第7节有麻雀 撒母尔记上26章27节有一个借沽 神的宝座在天上 人无论在何处 总有神的宝座在头上 斯特洪传里面说 其实距离我们各人是不远的 神让到各样的事 来到试验大位 有野兽 好像熊 和狮子 有恶人 好像哥利亚 有朋友 变成仇敌 好像素罗 有国家的仇人 好像菲利士人 信徒力利 都有仇敌去攻击他们 而大卫的见证就是 二人多有苦难 但耶和华 救他脱离这一切 在启示录第16章19节里面说 人类最可怕的 其实就是 神给他 给恶人 饮审判的杯 以上内容 就是来自 包宗杰的 诗篇批著 那好了 我们今节 就讲到 这里先了 我们是圣经一甲 我们邀请你 加入我们的 discord讨论区 我们邀请你分享 赞好订阅留言 在我们的 facebook专页 和youtube channel 我们的圣经一甲 我们的理念就是 以教导牧养宣教 来到荣耀神光明的角度 好了 我们今节 讲到 这里先 祝福大家 好订阅 好订阅 好订阅